先塞点木屑 受台风的影响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 今天终于雨过天晴了 出太阳 打开看一下老四 把尿宝宝养成什么样了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木屑有点脏了 等一下要换一下 开眼了 这只小家伙 这几天下雨 天气有点冷 他们没怎么长 天气冷的话 这些小鸟就长得特别慢 左边这只喂的很饱 右边这只就没怎么喂 怎么回事呢 看它宿囊里很少食物 这只的话就吃得鼓鼓的 小鸟回来吃草了 繁殖期间 这公鸟一出来的话 它就会找吃的 找些草来吃 它吃了回去喂给鸟宝宝 把这个晒的木屑给它换一下 现在这里面待着 老四一出来就啃地板 这地板遭遇你了是吧 地板就像擦来吃的 老四你这怎么回事 怎么有一只没胃呢 不要了是吗 不要了我拿出来手养了 好了回去吧 还要继续观察 如果老四实在不喂就要拿出来手喂了 小鸟就出来找吃的老四的话就出来找做我的材料 分工很明确 工的找吃的 母的找做我的材料 太狠了也不去它摸一下 摇你一口 小鸟跑过来捣乱了 这猫猫虫这么凶的 人家拆树枝关你什么事 等它们吃饱了 它们就会去喂鸟宝宝了 前几期我看到有网友评论 说想看一下它们是怎么喂鸟宝宝的 等一下它们去喂了 我就拍给你们看 鸟妈妈开始给鸟宝宝喂吃的了 看一下它有没有喂另一只 现在它还是喂那只很饱的 刚刚看到它两只都喂了 有网友可能会问 这鸟妈妈给鸟宝宝喂的什么东西 就是它刚刚吃的食物 它存在宿囊里面 现在它吐出来喂鸟宝宝 所以我们看到它不是这么凶毒的 还有另外一只 那看看这两只的食物 不是这么凶的 一只所以 是可以可爱用一个 非常新鸟宝宝 但是这也是 很新鸟宝宝宝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